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家臣 歡迎回到這次新的Snapshot 來到20W17A這個新版本 還是那句啦 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個讚給我 還未訂閱也可以訂閱我 每個星期我都會有不同的新影片 或者直播 記得按鈴鐺 身為最新的通知 來到這個新的Snapshot 其實官方第一句都說 今次的版本是一些調整 是一些Bug Fix 是一些Technical的東西 所以這次的Snapshot 是沒有那麼大的 可能其實這個地獄的更新 接近尾聲了 通常官方講到這些小小的提示 就告訴大家 準備就應該結尾了 大部份完結了 可能剩下一些小小的漏洞 要弄好它 大家的手機版 或者PlayStation 或者Xbox 等等 就開始有得玩了 所以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有興趣 知道它有什麼調整 可能一些新指令 一些新的紅石 一些新的Command 我在這裡 我就不會詳細去講的 所以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去這個簡介下面 這個連結 按一按下去 就可以拿到這個比較新的資訊 就非常詳細的 好了 來到這次第一個 就是其實這個Minecraft官方 就說Nerf了這個Wound Portal 因為這個被破壞 受損了的傳送門 就申請太多了 所以它就會決定取消了部分的機率 之後要花多一點時間去找 第二個就是它新增了這個Smeathing Table 這個新的升級界面 但是我給我的意見就是 依然是很難看的 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我依然覺得是很難看的 其實它可以做得好一點點 但是我看到就是 它暫時只是加一個Icon 加多了一個Igon 加上去就隨便了 我覺得可以有更好的UI 去到下一個小更新 就是其實改名而已 以往這個靈魂火把 靈魂燈籠 和這個靈魂營火 它都會英文上面是有個Fire 變成這個Soul Fire Torch Soul Fire Lantern 所以它統一了 就全部變成這個Soul Torch 沒有了一個Fire 變成Soul Torch Soul Lantern 這個最簡單就是靈魂火把 靈魂燈籠 和這個靈魂營火 好了 去到下一個小更新 其實就是 將這個Wall 這個圍牆 多多幾樣物品 可以令到它中間有間距 你可以放這些Banner 或者Plecher Plate 你就可以令到這個圍牆 多一點不同的風格 你可能就可以在這些地方 作為一個小小的Details 看上去好像一個迷你圍牆 都可以做到的 去到下一個更新 就是我們要去到這個設定 有一個Entity Distance的設定 這個Entity Distance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 你當其實是你這個Low的Tronks 是Low多少 舉例如果我Low到爆了的話 再把這個東西拉到爆了 但是其實呢 我看的地方的怪 就是我附近 其實你看到 有很多隻怪在這裡 其實它Minecraft已經幫你 Low好 那 如果我關掉這個 再關掉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 是根據我那個Tronks Low多少 它才會顯示多少怪給我的 那這個是幾好的Minecraft設定 可能如果你電腦比較厲害的話 你可能之後 就可能開這個大一點 但是你可能那些怪 就拌小一點 那你就可能 沒有那麼多怪 沒有那麼辛苦 那這個最後一個小更新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 Bastion的Remnant 這個 豬人城堡裡面 我發覺第一件東西 可能是我之前沒見過 那 那 我猜是可能是新的 它有個新的寶藏室的設計 這個有機會是可能上一個都有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 那我當它是新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新的建築 那些金block和黑石的建築 非常之正 不過最新的東西就是 這個Snapshot 它是Nerf了這個儲物箱 它就不會再出這個Netherite的夾 或是裝備了 它如果出現的話 它們會變成鑄石裝甲 這個是一個大Nerf 這個是 因為我暫時看來看去 它們的箱 最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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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只是開到這個Netherite的scrap 這個碎片 才可以開到 那第二件事呢 所有這些Netherite的東西 是極稀有 那可能它不想 太容易找到 因為其實 是容易找的 因為如果 我們在地獄再走兩趟 找到這種 大大大小的 Basthiaan的Vemsn 這個諸人城堡 最大大大小的話 基本上 絕對有一件 這個Netherite的裝備 其實很 OP 這樣其實就有點 OP 所以minecraft 就決定Nerf了這件事 好 在說到最後一個之前 我們要給大家看 其實這次有些新的東西 如果大家在Creative mode 搜尋物品的時候 你看到會多了一個藍色字 一個粗體字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存在在哪一個Catalog 例如這個黑橡木方塊 它是存在在建築方塊 路軌屬於交通工具 活塞屬於紅石 如果火把也是紅石 Soul Torch這個就變成一個裝飾方塊 它是歸屬於哪一個的裏面 這是一個小小的更新 去到最後一個 就來到這個建立新世界 這個單人遊戲的時候 左下角多多一個叫Game Rules 其實這個東西是經常性 是需要我們自己人手打的 舉例Do Day Night Cycle 其實是這個遊戲裡面的時間 會不會動 究竟它會不會由早上到晚上 如果我關掉它的話 它就會長期都是白天 長期都是晚上 時間是不會變的 又或者可能這個Mob Griffin 究竟Creeper炸完東西之後會不會掉東西 又或者Fire Attack 究竟它會不會燒著東西 這些就是我們平常說的Game Rules 其實現在是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可以讓大家即時開 好了 今天這個Snapshot其實比較短 那些複雜的東西基本上沒有什麼 除了大家有興趣知道 那些新指令 新紅石 新的Command的話 記得留意這個簡介下面的連結 就有關網 非常詳細去解釋究竟有什麼用 我們今天這個Snapshot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留下一個Like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